刚用的主义器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写的时候各位会发现说 我们写的程式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它很多像错误讯息啊什么之类的 我都没有处理得很好 那工业用的主义器 它当然都会处理得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写错了 它也不可能把你变成对的 它只会告诉你说哪里有错而已 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个工业用的主义器 那这里我切到CH04这个资料夹里面 就是刚刚各位下载的程式码里面 它有一个Gnu上.s 我们看一下这个CH04的Gnu上.s 这是组合语言 那个Linux的组合语言 复挡名习惯用.s 这只是个习惯 因为Linux不需要靠复挡名来辩论 那这个组合园长这个样子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试试看说怎么样子让它主义 我用AS 这个是Linux 就是Gnu的主义器叫AS 那A呢就是只要主义然后出报表 但是不要输出目的档 那当我打这样ASA Gnu上.s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OK 第一个 这一排都是位置 就跟我们做的主义是一样的 是位置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个 这边 FOR1 ASA main 这些的位置是多少 你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 ASA main是0 对不对 FOR1是5 但是它不像我们在FOR1前面重复一个5 它是写在下一行 所以这个FOR1应该是5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它会输出一个Defined Symbol 就是它的符号表 那符号表上在哪里 符号表它上是在资料段的0000 它有分段 所以这个是资料段 所以它写点data 那这个是程式段 它写点test 那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没有分段 那有分段 现在的目的档通常都会分段 因为它后面还要做连接的动作 那我们没有做连接的动作 所以就没有分段 那分段的好处是 它的安全性会比较强 在作业系统上面 它可以分段载入 它可以避免一些 程式码被篡改的问题 OK 那我们没有做分段 所以在这边是不太一样 这个点data和点test 这是分段 这个上呢 long0就是上是一个长整数 它的出值是0 那asmmain 这里开始把1移到eas暂存器 然后把eas暂存器加到上变数里面 然后再把1加到eas暂存器 再把10跟eas暂存器做比较 那如果小于或等于的话呢 就跳回for1 那最后呢 把eas暂存器呢 移到上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是它的整个程式的运作 OK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主意出来的机器码 OK 这是它主意出来的机器码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的机器码排得很整齐 它为什么排不整齐 不是因为它的问题 而是因为 它的机器码是x86的 x86的每个指令的机器码长度不一样 所以它有些呢 是写到这里 有些更长 有些更短 因为它的机器码长度是变动的 OK 那这是x86比较 比较复杂的一点 好 那各位可以回去试试看 我们今天示范先到这边为止